马桶拉时,怎么避免马桶水溅屁股上 每次去朋友家玩,最担心的就是 朋友家的厕所是不是马桶了 因为坐在马桶上拉时 马桶水会溅到屁股上啊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马桶水溅溅来的原因 便便在坠入水中时 重力便会突破水面张力的极限 使水面凹陷出一个深坑 当便便沉入水底后 周围的水也会迅速聚拢来 填补这个凹陷 水在聚拢的过程中 我想碰着就会产生大量水花 见到屁股上的马桶水 就是这些水花了 研究表明产生水花的多少 和便便的质量、形状 以及便便的落水高度和落水姿势都有关系 质量越小,形状越细 以及落水高度越低 落水姿势越垂直地便便 见你的水花就越小 那么要想不被水花见到屁屁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增加水面的张力 根源上杜绝马桶见水 你可以往马桶里放满纸巾 像蝶杀人书那样 就是比较废纸 也经常会塞马桶 是马桶公司吗 对,又是我 你也可以往马桶里倒满冰块 就像煲汤一样 冰块要高于马桶水面那种 就是冰块不好随时准备 菊花也会冻得凉凉 第二种方法就是 控制便便的质量和形状 来减少马桶见水 你可以让便便以小颗粒种 一粒一粒排出 轻轻地落入水中 你也可以让便便 以细长的面条状 完整排出 像煎鱼一样 缓缓地放入水中 第三种方法就是 控制便便的落水高度 让水溅不到屁屁 你可以用手接住便便 然后轻轻地放进马桶里 你也可以坐高一点了 让溅起来的水花 够不着屁屁 你也可以索性 直接坐在马桶里 让马桶水无从溅起 好了 原来用马桶的人 屁股上都会偶尔沾着 食水尿水 怎么和他们做朋友 才能无视他屁股上的 食水尿水 而不减的尴尬呢 我是多多学姐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喜欢就快关注我哦